謝謝主席,我請卓院長 請卓院長備詢 黃委員好 是,院長好 我想今天是財政部門的質詢 所以大家大概都focus在才華法 我想問一下院長 才華法對你來說 它是該修還是不該修? 我的想法是 那個修修的修 我的想法是說 在現行的才華法的底下 我們逐年中央對地方補助再增加 在這樣的方式繼續來行 我請問您的個人看法 25年了該修還是不該修 這張照片如果印象沒有錯的話 它是2012年 2012年的蘇貞昌主席 在帶著賴清的市長 還有民進黨團的總召 他們召集的一個立法院的記者會 也就是提出修法版本 如果該修而沒有修 就剛剛講沒有共識 所以一直都沒有修過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現在制度很好 為什麼91年游錫坤院長提 96年張俊雄院長提 97年賴清德市長跟柯建民 他當立委的時候提 然後101年潘孟安立委跟柯建民又提版本 所以我們想問一下 落實地方自治 充實地方財源 這是不是民主進步黨 他們執政的理想 沒有錯 我們現在還是以均衡台灣的理念來做 沒錯 所以財政健全 落實地方自治 是每一個民主國家政府 應該要捍衛的權利不是嗎 是的 第二個 這個才華法 大家都說它是一個魔界 開玩笑說 國民黨執政了 國民黨也不想修 當民進黨執政之後 民進黨想修 是在他們在野的時候 當拿到執政權一樣 所謂的極權又極權 所以讓這個魔界一直拖不下來 我今天要跟院長討論就是 我也相信這是大家的信仰 我們也希望地方政府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有多少裁員 他去努力他的地方裁員 他要得到合理的分配 他要看到公開的資訊 甚至比較透明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是才華法 我們的精神 所以我要跟院長說一下 這個信仰 從民進黨執政之前 2011年 陳其邁現在的市長說 不可以讓中央政府 再用空投支票來騙人民 當時的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說 國家領導人沒有長遠的眼光 起碼要有解決 現在眼前問題的能力 下一個是 柯建民總章 才華法是立法院黨團 永遠的第一優先法案 25年了 好像都是他第一優先法案 但是今年突然變成不是 2012年的台南市長賴清德 現在的賴總統他說 任何負責任的總統 都不應該把關係地方發展的法律 放在一邊不管 這是民主進步黨 在2012年說的話 所以我再問一次院長 這也是你的信仰嗎 這也是你們希望能夠落實 包括解決眼前的問題 包括國家領導人長遠的眼光 當然是我們希望軍人台灣 就是讓各地都能夠得到充足 而且必要的一些經費 而且不能原來好的越來越好 就是他強任他強 要讓他公平跟合理 我們沒有要求強者很強 原來已經太好的 就不能越來越好 沒錯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方案 所以剛剛講的是過去 我們看看最近 最近的是去年12月賴清德總統的官方網站 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院長你也有參與他的總統選舉吧 這個是賴清德總統的國家希望工程 其中的一部分 檢討統籌分配款的模式 還有檢討地方稅法通則 這個是落實增加分配公平性 跟充實地方裁員 分配公式要多元客觀的地方特色指標 跟我們講的都一樣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 你們行政院要不要提出自己的版本 我們認為現在的版本 是經過多年共識執行下來的 所以你覺得現在的版本 已經是最好的版本 那你們為什麼要提了四次的修法案 過去 所以他都遇到了相當的困難 共識無法達成 所以你們要修法的立場改變了 所以不要修了 我們對中央地方合作 跟均衡臺灣的立場 所以我再問院長一次 賴清德總統 卓院長要不要落實嗎 他的政策我們都 卓院長要不要提出行政院 就賴清德總統這兩句話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落實在 未來你的執政上面 我只是問這件事情 總統的政見我們逐步在落實 會落實 這個內容就是我們如何在 一般跟特別統籌分配款當中 不用修法 你要檢討地方稅則通則 不用修法 只是檢討而已 我們可以在一般跟特別統籌分配稅管當中 做合理的分配 跟落實實用 我今天就是要確認說 卓院長要落實 但是不修法 是嗎 我們認為現在的法律 已經是中央地方合作的一個共同的經驗 如果現在的法律這麼棒 民進黨當年就不用提了四次的修法 這四次的修法 講調都是一樣 改變垂直分配 檢討水平分配 我現在給院長看一下 你們的版本跟我們這一次 現刑法的版本 還有國民黨版以及民眾黨版的比較 這四次民進黨的提案 其實跟現在的現行版 跟我們的版本 我們民眾黨的版本 跟民進黨的版本是最像的 第一 營業稅全部給地方 這是歷年來民進黨的主張 燕酒稅全部給地方 這也是歷年來民進黨的主張 而且有關所得稅的分配 包括到最後一次 柯建民跟潘夢阿的提案 他們提的比民眾黨的提案還要兇啊 他從10%變20%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都是一個大家 幾乎是長期來有共識的範圍 第二個部分 台灣民眾黨的版本裡面 很清楚的是跟民進黨版本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納入地方的意見 還有專家學者意見 我們希望成立分配委員會 當年的民進黨版本 也是希望納入所謂地方的意見 以及學者專家 這次的版本 其實跟民進黨版本比較雷同 我再問一次 院長 你們對以前民進黨版本 這幾個原則 營業稅下方地方 燕酒稅下方地方 以及成立所謂的 專家學者以及地方代表 加入的所謂分配原則的檢討 您個人支持嗎 我來跟委員報告 在現行的這個財化法底下 我們都願意聆聽各方的意見 那有機會可以共同的討論 我們講了半天 你還是不修法 是嗎 我們現在就是現行的版本 是足以讓我們對地方做十足的幫忙 所以剛剛林德副委員講得很清楚 財政委員會 建請下個會期之前 希望看到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的立場 到今天為止 因為您上任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民進黨團 代替了行政院發言說 民進黨不提版本 民進黨不提行政院版本 到今天為止 依然是這個立場嗎 我的想法一直很一致 所以民進黨的執政黨不提 民進黨團也不提 所以財政委員會審議的 不會有行政院版本 目前的答案是這樣 現行的版本就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院長 其實我滿失望的 因為提出一個修正版本 並沒有干涉或影響到中央的權限 但是你們有態度 有方式把合理的部分 我剛剛講 沒有人要去製造中央跟地方的對立 我們只是希望讓它合理跟公開跟透明 另外給地方表達意見的機會 現在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權集權 到今天為止 大家會說二十五年沒修 就是我們希望你們把魔戒 暫時拖下來 聽聽大家的意見 但院長我希望 您現在說的話 兩個月後的下一個會期 可能會有很大的衝突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你們還是審慎的去討論 行政院要提出修正的版本 不管怎麼樣 好的版本我們也會支持你們 報告委員能夠參考一下 八年來在整個三項的補助款當中 對地方實質增加三千四百億 這個努力的過程 不等於現在的才華法是好的版本 增加的預算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 而增加了地方的補助 沒錯 中央的財政不錯 現在就跟你說了 現在的才華法是一個可以執行的版本 如果讓他執行的更好 我們共同來討論 民眾黨的版本算得很清楚 我們在不影響中央的運作之下 每年的歲出歲出的盈餘 大概就是兩千億 所以我們提出的垂直分配 釋出的金額大概也是兩千億 第一不影響中央的運作 第二落實地方自治的精神 第三納入地方的意見 訂出公開透明的相關分配方式 這是我們希望 我們提出來 我們也希望行政院能夠聽進去 就這個版本 也希望院長好好的去參考一下 回到剛剛看到的賴清德總統 他在大選的官網 符合這個原則下 我希望行政院要怎麼落實 必須要提出自己的議場 否則我們在立法院 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上次在這邊跟院長討論 最近大家都在上憲法課 會不會民進黨團總召又說了 只要是在野黨提出的裁划法版本 又是違憲 會不會 那看這個 要看內容 版本裡面的內容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版本 如果跟當年的民進黨團的一模一樣 就不違憲了嗎 但是財政紀律法是有所改變的 是 所以重點是我們希望 行政院提不提版本 不要成為你們行政代舵的藉口 不要成為將來又要去覆益視線的藉口 如果行政院現在的態度是 我不提版本 你們提了就是違憲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覆益 再過來我就是釋憲 台灣將永無明日 院長 我希望你們有版本的理由是 希望行政院能夠正面的面對 財劃法必須修正的事實 而且也是我想也是各縣市政府 還有到目前為止各黨的共識 好嗎院長 我覺得你審慎思考一下 我覺得你審慎思考一下 或者是行政院沒有立場的 你們都認為是違憲嗎 都認為是自然難刑嗎 自然難刑它有一定的 違憲就自然難刑 違憲當然自然難刑 但自然難刑不一定違憲 對所以不一定每一個案子都違憲 是的 但是你們認為違憲就違憲 不是這要經過憲法法庭來做訴訟 好我們現在最近在上憲法課 我們突然間台灣大家都在變成憲法專家 第一違憲不等違憲就一定自然難刑嗎 我們認為是 你們認為是 所以只要你們認為違憲的就會提服務 無法執行 就無法執行 在沒有憲法的依據下 做任何的違法行政 憲法七十條現在是柯總召廣廣上口的 只要是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的提議 只要有提出預算的增加就是違憲 對嗎 是的 這是行政院的立場 還是柯總召的立場 這是憲法的立場 這是憲法的立場 所以預算案 你們認為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法律案呢 法律案 我們現在憲法七十條是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的提議 大法官會議解釋很清楚叫預算案 現在我要問的是法律案 法律增加支出到底是不是自愛難刑 是不是違憲 這邊有幾個 一個是原住民的進法補償 目前是行政院沒有版本 立法院提案通過了 然後村里長事務被提高到五萬 這個沒有行政院的版本通過了 那去年上一屆 立法院增加了國際事務處 增加了預算 沒有行政院提案通過了 請問行政院有沒有覆益 要不要釋憲 我們經過跟憲法 公法學者的討論 這些不用釋憲 這些不用覆益 雖然不是預算案 把預算直接進到法律名 預算入法 那就有可能牽涉到 這個憲法的精神 所以就可能違憲 那剛剛這三個要不要覆益 我認為這可能有侵犯憲法之餘 所以透過專家學者 我們考慮 是不是就憲政的秩序 來做一個解釋 好 所以院長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立法委員 都會提出相關的 所謂福國利民 不是減少人民的負擔 就是增加政府的支出 每一個計畫 每一個提案都牽涉到預算 所以你要對所有的法律案 都有這樣的態度嗎 但是如果把實質的預算金額 直接入法 那就是一個可以爭議的地方 入法就這樣 所以以後我們不能通過任何法 因為只要你們不同 預算金額直接入法 好 所以才華法不會違法 不會違憲 才華法是中央地方 權限的合理分 才華法一方面是錢的問題 一方面是市責的問題 院長 我們今天不討論憲法 我要講的是 行政院的標準一致就好 否則以後立法院提出 所有的福國利民的法案 都可能違憲 最後我想問一個 到底我們現在融資公司 大家有看到了嗎 融資公司很多 現在用各種手續費 代辦費 違約金 實質利率超過法定利率 但是沒人管 我只想問 接下去 在之前我們的張俊雄行政院長當年 他其實就訂過所謂的融資公司法 雖然沒有通過 但是他當時就訂了金管會是相關的主管機關 目前為止台灣所有的融資公司 沒人管 叫做經濟部管 經濟部管的等於沒有人管 然後現在金管會是用政期局 然後說上市公司 所以我們對那幾家來做管理 所以我們對那幾家的一家的一家的一家 我們對那些一家的一家的一家的一家 就在那家的一家的一家 也要有一個人多派 那些人多派 在這裡 如果您可以用來 我們有甚麼家的一家的一家的一家 就在這裡 我一定會想到 所以我們要給你 謝謝王委員 謝謝卓院長 報告院會財政組織質詢已尋答完畢